我的教程基本都是浴粉丝拍的 那么最近入秋天开始冷了 那本期就教你们闽南的熟地牛排糖 准备一根牛排 选牛肉呢 要选这种肉粘粘的 炖汤的话我一键加一点牛皮 这样那个汤会更浓郁 这些是熟地牛排的配方 当然熟地一定要多一点 还有这个 带皮的大蒜 两块老姜 还有草勺 有的叫草醋 难道就是这个 这个少不了的 这东西大家都知道叫什么 如果怕伤火的话我们就用这个 虽然味道是一样的 但是虚跟头 怎么说呢 按照做就可以了 牛排冷水下锅炒水 不要去加三件套 我们直接用米酒去腥就可以 把浮沫培得像这么干净 捞出直接开炖 本期咱们用的是这种土拨 这种炖牛排才香 然后就把所有的香料 全部倒进去 所以的话根据这个容器而定 通常是满过肉的两分 因为在炖的同时还会整发 水开后转中小火给它炖 两个半小时就可以 拿去用高压锅上去后 中火给它炖20分钟 自然冷却 好时间到我们最后再来加入这个盐 用包的盐不能提前一下 这个时候怎么在开大火 给它炖3分钟至5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准备厨锅 哇你们看一下 没错就是这个颜色 吃的时候来一点姜丝 还有这个小芹菜 不吃的可以不放 入秋以后记得多吃一点 那就先这样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